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大家好 今天不如跟听众分享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但我们时不时都在传媒上报道到 一些人物或小孩发生了 就是一个叫做血癌 Lukemia 血癌这个问题 有时可能是癌症 有时可能不是一个年长的人 或者是小孩或者年轻人 总之每一个年龄的层面 都有机会发现到这个问题 不如你帮听众解释 在血癌在临床上的表现是如何 以及在你的经验上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 可以帮助这些病人 是的,我相信血癌 也不太陌生 因为很多时候在传媒都听过 某某人的小孩出现这个问题 差很多意愿 血癌是身体造血组织出现的癌症 那个成因除了一些动物的血癌 很多时候是认为和几种病毒有关的 但人方面的血癌 其实今时今日都不是很清楚 其中有两种病毒 他觉得可能是和人的血癌有关 其中一个就是Epstein-Barr Virus 经常都听到Epstein-Barr Virus 这是一种脱核酸蛋白DNA的病毒 通常有一种叫做Burkats lymphoma 这种临巴癌有关的 另外一种叫做Human T-Cell Lymphotropic Virus 它会制造一种叫做Human Acute Leukemia 或者Lymphoma的病毒 这就是RNA的Retrovirus 跟另外一种有点不同 在临床方面 我们通常看到 因为造血出现问题 所以临床的症状 很多时候就是和贫血 或者血小板不足 也可能有一种是粒细胞不足 出现很多出血 或者乳斑 或者很容易感染 因为免疫能力的问题 还有很多时候 我们身体不同的器官 会受不到侵犯 会导致肝肥带 或者皮脏肥带 或者淋巴结 我遇过一个年轻的年轻人 他正在读大学 他的临床症状 就是颈部的淋巴 记得很大很大 一看你就会知道 是一种淋巴癌 是一种血癌的种 当然去到不同的器官 会影响 可能会去到腎 或者去到伸直器官 如果去到脑子 会增加脑内血压 在分类方面 通常这种叫急性 急性或者慢性 急性有两种 一种就是急性的 臨巴性的血癌 另外一种就是 acute myeloid leukemia 是一种 急性的骨髓性的血癌 这两种就比较多些 在患病的人里面 急性的 臨巴性的血癌 就比较多发生在小孩 小孩的血量多数是这一类 是ALL 这一类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比较多些 通常患病的年龄 最常见是三岁到五岁之间 它也会出现在年轻人 也有些成年人 也会有 但比较少些 另外AML acute myeloid leukemia 即急性骨髓的血癌 什么營灵都会有 通常是成年人 这一类是比较多些 成年人可能受到复射的问题 或者引发 也可能因为接受到其他癌症化疗 导致血癌出现 这是癌症化疗的 其中一个会出现的副作用 在治疗方面 我们最新的药物 似乎是对那些 室温的血癌的效果是比较好些 有些成绩 很多时候可以延长性命 但是对一些成年 一般的疗效是很差的 另外一种就是慢性 慢性chronic myelocytic leukemia 慢性的血癌 通常预后比较差 我有个朋友 有一个很好的日本朋友 他是一个日本血癌专家 有一次我们在旅行的时候 跟他吃饭 聊起来 因为他主要是小朋友 我也知道有些成绩 但是始终整体来说 一般的治疗都是一般的 治疗方面包括骨髓移植 他将有问题的骨髓 全部被刮走 让新鲜的正常骨髓进去 但是效果不一定是可用的 很多时候也会搅拌 通常症状方面 病人是没有正常的淋巴重症 摸到里面不痛,没什么症状 但一般来说,会教人疲倦 有贫血症状,疲倦,胃口差,体重跌 很容易气喘,尤其是用力很容易气喘 腹部很脏,因为皮肤会脏大 这种血癌在同类疗法 过去也有很多临床上的经验 回到同类疗法的字典 可以看到有几百种尿剂 不同程度方面的效果 有些是很好,常用得到 有些是比较少用得到 所以我们也看到有超过百多尿剂 其中比较大的尿剂是新的 Arsinecum对癌症是挺好的尿剂 通常新的症状 人们比较焦虑、害怕,觉得自己就快死 而且有种灼热性的痛症 很不安、很restless 这是新Arsinecum的主要症状 另外一种是Casinosum Casinosum是同类疗法的疗剂 由癌的组织里面提炼出来 变成同类疗法的疗剂 所以在致癌中 我们同类疗法很多时候 都会用到Casinosum的疗剂 另外一种是Casinosum的疗剂 Casinosum是美洲茶 主要症状是当肥胎肥大后 这是一个主要的疗剂 另外一个是Hectalava Hectalava是冰岛火山泥 我们通常用来医治骨 骨齿、骨瘤、骨变形骨 尤其是牙床骨 很多时候在西医领域 都会用换骨水 Hectalava通常与骨水有关 所以亦经常用得到这个疗剂 另外一种是Natrum arsenicum Natrum arsenicum 通常是对小孩的疗剂 如果我有病人是小孩的急性血栏 我就会先考虑这个疗剂 Natrum arsenicum 另外就是Natrum arsenicum 另外就是Phytolecum Phytolecum的重心主要的症状 就是很多淋巴结一块粒粒粒 很多很多 这个就是Phytolecum的重心 很多时候 他们的症状都是很多 很大粒的淋巴结 在颗子里出现 如果遇到这个情况 我们就会考虑用Phytolecum 在同学疗剂里面 我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帮助这类的急性血癌问题 多谢袁先生和我们的分享 虽然有时听起来是一个 癌症的问题 但如果选择了适当的医疗方法 可以配合到适当的疗剂时 其实有时也不是一个注定不治之症的 每一个程度 我们都可以利用适当的医疗方法和医疗方法 也可以改善到问题的所在 令到病患者或者他家人的生活质素都可以有改善 才可以达到一个有质素的健康的人生 希望大家收听之后 有时有机会遇到一些问题时 都可以考虑用同理疗法 不等到一些 无可挽救的情况时 才能逆转的机会率越来越低 希望大家可以 细心地了解同理疗法 如何能帮助我们健康上的问题 多谢袁先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袁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的疗剂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溫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上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